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這個世界真是風水輪流轉 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中國自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 確立改革開放路線以來 經濟上可以說是旺了三十多年 最近國際貨幣基金會更加宣布 如果是按照所謂購買力評價來計算的話 中國就已經超越美國 約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一聽到這個數據肯定很架勢堂志 那些小粉紅都應該聽到很亢奮 只不過又不是 中國經常都強調 未是一個已發展國家 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在這個表面風光的背後 究竟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是怎樣 我們又可以 在越南方面規避一下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亦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原來越南的邊防部隊 近日在中越邊境地區的亮山省和何正省 分別是渣獲了76和25名 來自中國廣西的偷渡民工 那這一班的民工本身是在廣東那裡打工的 但是自從今年年初以來 因為武肺疫情爆發 而且有大批的外資企業撤離 導致這一班的民工失業 當他們得知 已經撤資的企業 其實是搬到越南的時候 他們就打算前往遣港那裡打工 實情幾個月前我們也曾經有報導過 就說有一班 來自廣西的民工 就走了去遣港那裡 又是找工的 又是偷渡的 當時搞到越南 騰騰轉 因為這班人 原來當中 有些人染了這個武肺 搞到遣港那裡 就是出現了一次小型爆發 希望這次不會搞到別人 是不是 真是 你去偷渡找工作 結果就惹到那些武肺周圍都是 半年之前試過一獲 後來 越南方面也加強了邊防巡邏 免得那些偷渡客惹了武肺入境 實情為何越南 台灣和香港 香港就是民間方面 不是政府方面 在防疫措施方面 是可以做得那麼好的 正正就是因為中國因素 2003年那次沙士已經 獲金了 有了這一次慘痛的經歷之後 這三個地方 都各自懂得聰明 難道還去相信 世衛組織的建議 又或者是相信 鄰近地區國家 所公佈的數字嗎 同時可以理解得到 為何越南人那麼支持特朗普連任 又是因為中國因素 所以就是因為一個中國因素 搞得這三個地方的民意差不多 現在風水輪流轉 以往越南人偷渡去西方世界 工作是比較多 現在竟然 由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人 反過來偷渡去越南 實情越南自從實施了他們的改革開放以後 也都在經濟上是恩恩向榮 這個客觀事實就不容置疑 也是很容易理解得到 等同於在1978年的深圳市 當時的深圳 一窮二白 百費待興 如果有一些外資的企業 當時就是港資的廠佬 走回大陸投資設廠的時候 一來你的生產成本又夠低 二來那個營商環境又有利於廠家去設廠 這是必然的 因為政府 無論在稅務優惠上 或者在廠房的地價上 肯定會提供大量優惠 給外資企業進場 現在越南只不過在走三十多年前的舊路 現在已經發展到一個程度 就是工資成本上漲了很多時候 作為一家外資企業的老闆 如果要賺更多錢的時候 他當然會把廠房 遷移到一些 工資成本比較低的地方 越南就是其中一個地方 所以那些廠家 為什麼從廣東廣西 轉移到越南 實際上是有跡可尋的 你懂得發展 人家都懂得發展 所謂人望高處水向低流 作為一家企業的老闆 他就一定會帶上廠房 潮住生產成本比較低的地方 去走 這個是必然的發展路向 我們又看看最近 渣打做了一個調查 到底他們查什麼呢 原來渣打集團最近針對大灣區進行了一次調查 發現 原來受到中美關係緊張 和全球大流行的武肺疫情影響 有高達 六成八的外資企業 正考慮將所有 或者是部份的產能 遷移出中國 以分散供應鏈的風險 說到積極考慮轉移產能的企業 有四成三 另外有兩成半都已經在考慮將廠房遷移 根據渣打的觀察所說 這個主要是以往 過度集中於單一市場的供應鏈策略 受到了疫情的考驗 由於這些外資企業就需要適應快速變遷的全球環境 故此就必須要重新檢視供應鏈的報告 除了要降低成本的考慮之外 也要提防供應鏈斷鏈的危機 根據調查所得 較多的企業是傾向將產能轉移到越南 所以現在就是應驗了 這一篇報道沒有說錯 正正是很多廠房 從大陸遷移到越南 問題就來了 人家渣打集團這一趟的調查 是針對大灣區進行 六成八的企業都要考慮將產能撤出中國 現在香港特首林鄭 有什麼可能還帶領香港 跟大灣區 進一步融合 你搞什麼 到底這個大灣區還有沒有前景 到底這個大灣區還有沒有希望 況且的一件事就是 大灣區根本上就是以深圳作為核心 你走去帶領香港走進去 拜託你尊重兩制差異 你經常說要說兩制一國兩制 你自己又不強調兩制差異 經常就只懂得強調一國 得到美國方面說你不要搞什麼香港製造了 不要搞Mate in Hong Kong 改回Mate in China的時候 你又不滿意了 本來這些叫求仁得仁的 是不是 又不行 又說要去世貿組織投訴 你投訴也夠了 我們已經解釋過 根本上是沒有作用的 因為整個世貿組織的申訴架構 其實就被特朗普架空了 因為現在去到最後如果要上訴的時候 就根本不夠法官去審 就會變成了卡住在那個位置 所以就算給你申訴成功也沒用 人家一提出一個上訴 你就已經是 浪住了在這裏 說回大陸的農民工 去偷渡去越南這件事 實請大陸的內循環 多少都敲響了警號 現在根據一些報道的片段所得 就說大陸在中越的邊境那樹 是修建了幾百公里長的圍牆 高達兩米 據說就是為了防止那些中國的農民工 偷渡去越南那樹打綱 實請建立這個圍牆 就是治標不治半 根本上都沒有解決問題 要真正解決的問題是要怎樣 你就是要創造更多的就業職位出來 使得那些農民工可以在大陸那樹 找工作嘛 就不是起圍牆 這些完全對於這個問題都沒有解決沒有幫助的 只不過是困住那些人困獸待系 那些人偷渡不了過去越南打工 只不過他在大陸那樹都是沒工打的 而且這幫農民工根本上 也都不去回鄉下那樹耕田 第一那塊田分分鐘已經是賣賣了 拿去蓋房子 第二 他習慣這些城市工 就算有那塊自家地、自家地、自家地 他都不願意去做 一來又找不到吃 二來又辛苦 所以根本上是回不了頭 現在大陸的 經濟發展就是 再加上外圍的因素 比如說特朗普如果成功連任的話 他就肯定會提出大量的誘因 來吸引那些美國企業回流 無論是高科技行業也好 製造業也好 全部就遷返到美國 很簡單 特朗普用很多行政手段就可以提供到誘因 比如說稅務優惠 比如說貼錢 邀請那些企業回到美國設廠 日本也是這樣做 安倍經濟學其中一件事 就是邀請日本企業回流 或者是將他們的生產線撤出中國 這些全部是 外國有國家資本來 資助的企業去做的 雞腿打人就牙腳軟 反正現在全世界的經濟下行 外國的訂單又未全面回籠的情況下 不如可以遮就遮吧 遮美國政府或者日本政府提供的資助 所以如果特朗普真的成功連任的時候 大陸的經濟就只會是雪上加霜 特朗普肯定有些事他講得出就做得到 就算他做不到十足也好 他都做到八九成 他答應得說要在美國創造就業職位 那些就業職位 從何而來 難道天下降下來嗎 就肯定在大陸那些職位回到美國 當然現在有些美國企業又不是那麼聽話 因為他們都當了特朗普是跛腳鴨政府 都不知你的任期還有多久 但是當選情明朗化 當大選結果出台之後 又不同說法 如果特朗普多四年的任期 就肯定會有更多的美國企業 就範 是回到美國本土那裡撤廠 當然如果是拜登上台的話 上述所說的話 大家當沒聽過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